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可是呢 巴黎圣母院的宏大的终身 这个灰红的建筑 不如我在木洞 看见这两个孩子 闪亮的眼睛 看着那个亮着灯火的船 载着他们的父亲 我到长江边 我听到一个神话 一个故事 我就在心里面落泪 我觉得这就是我的故人 这是我摸着心说的话 我想一个人如果摸着他的心 他就会找到他的故人 那么我再举例子来讲 丹丁在神曲当中有一个故事 大家知道神曲是中世纪 丹丁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个诗人 和新世纪的第一个诗人 他是在公元13世纪前后 他写的一个神曲 神曲写的是一个基督徒 从地狱到炼狱到天堂的一个心路历程 其中写到这个炼狱 他写了这样一个故事 他就说 我的导师维基尔 古罗马的一个诗人维基尔 带领我穿过地狱 走到炼狱到天堂的路上 在炼狱当中 碰见了一个幽灵 这个幽灵特别的高傲 藐视一切这个鬼魂 天上地下的鬼魂 他冷漠地看着周围的一切 这时候 我的导师维基尔跑去跟他问路 问路的时候 他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声 梦独亚 跟我在一起 轻轻说了一声梦独亚 这个炼狱里面的幽灵 这个高傲的幽灵 突然就跑过来 和我的导师和我们热烈拥抱 说梦独亚 你们是梦独亚人吗 我就是你们城中的索德罗 原来你们说到了我故乡的名字 丹丁就讲 在炼狱当中的一个人 一听说别人说起他故乡的名字 他就会变得那么激动 从一个极度的冷漠 高傲的一个孤魂野鬼 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温暖的兄弟 温暖的朋友 和我们热烈地拥抱 哎呀 梦独亚人啊 我就是你们城中的索德罗 这什么感情啊 这是我们中国老百姓 最普遍的一种 对于故乡的感情 就是一个人 对自己的故源的一种情感 他是神圣的 我们不能因为他写到神曲当中 这个故事就神圣了 他写到希腊神话当中 这个故事就神圣了 奥德修斯漂洋过海为什么 为了回家 回家干嘛 跟妻子团圆 这是我们每个人 春节回家的心情 所以我们不要忽略了这种感情 我们不要觉得 什么事情一定要放到名著了 放到什么有名的一个场所去 那才是神圣的 我们心里面的神圣不需要外在的证明 如果你真正的你的梦想 那就是在那个巴黎 你就去巴黎 没有必要把世俗的一种外在的一种荣耀 当成自己的梦想 那个梦是不真实的 是虚弱的 你去了又怎么样呢 唱完了 怎么样 获了什么奖 怎么样 Nothing 没有了 没有了 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些现象 也是我在这个电视上 看到的这个 一些歌 就是我是善意地批评这些 我不是恶意的 如果蒋文利坐在这 我也是真诚地跟他讲 有一首歌 叫什么 我们的大东国呀 好的立刻呀 我们的金色也不错 长江黄河什么 我一点点爱国爱民的心啊 我听到这个歌 就受伤害 我就觉得 一个爱国的人 听到这个就变得不爱国了 这种歌 要不得 理解吗 空的虚的 除了一个名称 没有别的 真正的爱这个国家 爱顾原 绝不会写这样的歌 写这样的人 我断定他是不爱国的 因为他说的都是空话 是吧 我们的大中国 好大的一个家 有长江黄河 什么景色也不错 这是一个爱家的人写的吗 显然不是 我说不是 这是我个人的感受 反正我不是这么爱国的 对 我就觉得 当我们真正热爱这片土地 热爱自己家园的时候 我们要找到那个本质的东西 不要被外在的 词语啊 形式啊 这个荣耀啊 别人怎么看啊 来左右了 这个时候 我告诉大家 每个人都能找到家 好 我开始讲这个 木洞的故事 哎 他心 就传说在这个重庆下游啊 有这个木洞 有一个地方叫木洞 木洞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呢 就相传啊 从前啊 这个 鲁班 在这里 造了一座羽王宫 大家知道 长江边的很多古镇啊 都要建羽王宫 为什么要建羽王宫呢 因为大雨治水啊 因为长江边经常发洪水 所以老百姓就要供这个羽王 因为羽王治水 我们供了羽王 我们这里就不发水了 就传说这个鲁班啊 在这里建羽王宫 建着建着 木料不够了 没有木头了 因为过去中国的 这个庙宇啊 房屋都是木头建造的嘛 他就发现了一个地方 山里面有个洞 这个洞里面啊 有源源不断的木料 就可以抽出来 四川话叫撤出来 撤 就扯出来 撤出来 对吧 就是扯出来 那么 就把这个木洞呢 就 你只要 想建这个羽王宫 你就可以从这个 洞里面抽出木头来 都是上等的 梁木 就把羽王宫建好 你老百姓要造房子 没有木头 往这个洞里面抽 从这个洞里面抽 这个洞里面会源源不断的 出木头 所以这个地方叫木洞 但是 这个木洞的传说 还在继续 老百姓接着说 有一天 也就是 解放后了吧 人们把木 这个鲁班造的羽王宫 也就是位于木洞的鲁班造的羽王宫 给拆了 拆了以后 怎么样呢 木洞再也扯不出木头来了 木洞拒绝给木头了 为什么 因为你们把羽王宫拆了 当时这个故事 我还没有这么注意 我再想起来 这个传说 实际上是凝聚了 很多百姓的一种 智慧和心愿 什么意思啊 也就是说 当你要建家园的时候 你要建羽王宫 供我们祖先 你要为这片土地祈福 你要建一个房子 生儿育女 男跟女子在这里生活的时候 这个木洞 这个家乡 是一个 怎么说 风水宝地 你要什么 他就给你提供什么 但是你一旦 毁这个家 对不起 土地 不给你了 不给你提供你想要的了 也就是说 当人们想建 心中的庙宇 自己的雇员的时候 我分析这个传说 当然它还有可能更丰富的意思 当人们想建这个庙的时候 心灵的庙宇和精神的雇员的时候 这片土地会给你提供你想要的材料 你想要什么 它就会给你 但是如果你要拆了 你要毁了 它就不给你 我觉得木洞的意思 木洞的故事 就是这样的 就是在这个江边上 有很多这种传说 就鲁迅先生 大家有空看看 他写的中国小说史略 中国小说史略 写得非常好 他指望80年以后 他指望就是后辈 再有哲学家 有哲人来继续 把中国的小说史写得更好 80年过去了 还没有出现这样一个人 他那个小说史写得非常好 他里面就谈到神话传说 放在第一章概述之后 第一个篇目就是神话传说 跟我们这个课一样 文学的源泉就是神话传说 他就记录了一些中国的 像盘古开天地的传说 嫦娥奔月的传说 后裔摄日 女娲补天 这些传说 他还分析了 为什么中国的神话传说 这么少 他总结了原因 其中就包括 中国人就没有好好的 没有很好的整理 先被没有很好的整理 散失掉了 而且他还把这个原因 也归到孔子身上 我觉得鲁迅先生分析的有道理 孔子怎么样 孔子近鬼神而远之 是吧 孔子不喜欢谈神啊鬼的 他就要讲实实在在的东西 儒家讲实实在在的东西 道家有时候讲神啊鬼的多一点 所以呢 就是中国这个大的这个文化脉络啊 是不是以神话为主的 不像这个圣经啊 希腊神话 这是鲁迅先生就分析了这个缘由 但是我反过来讲 时光 在文学当中的时光 千年也就一眨眼 时光啊 可以在人们的心里面可以改变 那么我们作为真正意义上的 这个炎黄子身 我们如果认为神话很重要的话 我们可以往这个源头 注入我们的水 注入水源 注入我们心里面的流淌着的神话故事 注入我们的心血 智慧和记忆 所以我就愿意把类似目洞这样的故事 散落在民间的大量的传说的故事 用心收集起来 注入到我们神话的源泉当中 我希望大家一起跟我来做这个工作 而这种神话 我告诉大家 就在我们身边 这种神话未必都是 没有一个标准 说是 说是非得要几千年的话 才叫神话 不见得的 一个传说故事 很可能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啊 发生在我们父辈甚至更近一些时候 只要是 它是一个有意思的神话传说 理解吗 有意的 对我们的精神 家园 有意的 我们都可以小心地保存它 我今天在这说这个话呢 是有依据的 也是负责任的 因为我找到了 我在我的短暂的旅途当中 在长江边的旅途当中 我找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传说故事 这些东西没有收到任何的书本当中去 那么我接着就跟大家讲 这是我们的家园 这是我们的生命树的根基 叫土壤 如果我们水土流失的太多的话 我们就要枯萎了 像这个 这个 好莱坞拍片子 是吧 拍一个阿凡达 造出一个神话来 但这种神话呢 它固然好 它实际上也是借助了人类本能 本人的一些记忆 比如说 前一阵拍了这个花木兰 花了多少钱 要买一个什么版权 花木兰的故事是哪里来的呀 传说故事 都是 都是历史 就是传说 也是 这三者之间 没有一个界限 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在神话故事当中 是一体 不分彼此 那么在 我接着讲 这是我们的家园 这个 在这个长江边啊 有一个地方叫紫龟 这个是屈原的故里 现在被淹没了 三峡水涨起来 淹没了很多地方 有个地方叫紫龟 紫龟 为什么叫紫龟呢 大家知道 在四川话当中讲啊 我们家有几姊妹的时候 也包括兄弟 是吧 我们家几姊妹 不光是指姐妹 还包括兄弟 紫龟的传说呢 我是在紫龟听到的 一个老太太跟我讲 她说她的外婆跟她讲 说 屈原的故事 大家知道 屈原 这个报国无门 给这个楚怀王 昏庸了屈原 最后投了逆罗江 这个 迅国了 是吧 那么 就传说呢 屈原呢 投江之后啊 被一条神鱼就背走了 背走了 神鱼游到 他的故乡 紫龟的时候呢 正好啊 屈原的妹妹 在河坝上洗衣服 就听到鸟在叫 说五哥回 五哥回 哎 她妹妹一听 我哥哥要回来了 抬头一看 神鱼 把屈原就背回来了 然后 他们 百姓就一起来 把这个 他们的 故乡的游子 接回家 所以屈原祠 建立在紫龟的一个山坡上 前一段时间也被淹没了 迁了 迁了地方了 迁了地方了 这个搬到更高的地方去了 所以这个地方呢 所以叫紫龟呢 是因为我的 子妹妹回来了 这个 所以这个紫 不用女子编的紫 换成了和睦编的紫 这是民间的一种说法 民间的一种说法 就是屈原回来 那么我接着讲 在屈原的故里 紫龟到 牛口 这个地方 有个地方 小地名叫牛口 从紫龟到牛口呢 有二十四到十粮 这个二十四到十粮呢 人称望娘滩 望娘滩 为什么叫望娘滩呢 也是这个老太太跟我讲的 相传啊 从前有一群穷人家的孩子 在河坝上玩 突然有个孩子呢 他就捡到一颗珠子 好像个叶明珠那样 很漂亮 他就把它 这个拿起来玩 小孩就扑上来 都要抢这个珠子玩 结果呢 这个最先拿到 这个珠子的小朋友 就把它放到嘴里面 放到嘴里面 不给别的小孩玩 一不小心就把这个 叶明珠给吞下去了 吞下去就觉得口渴 口渴完了 回去喝水 结果回家喝了碗里的水 喝了缸里的水 还是觉得渴 怎么办呢 就跳到浆里面去喝 跳到浆里面喝啊 一喝一喝就变成了一条龙 就游走了 他的妈妈看见自己的孩子 喝了浆水变成龙游走了 就很伤心 就在后面喊 说儿啊你回来 儿啊你回来 他妈妈喊一声 这个龙呢就抬头 回头看一眼 他的妈妈一共喊了24声 所以呢这个龙就24次抬头 回头看他的妈妈 形成了24道石粮 所以这24道石粮 合在一起就叫望洋滩 石粮大家知道 就是浮出江面的那个岩石 有时候枯水季节就浮出来 涨水的时候就淹没了 看不见了 长江边有很多道石粮 很多石粮都有传说故事 只是我在紫规听到的一个老太太讲的故事 而大多数人不知道这个故事 或者也有类似的传说 但是我认为不是一个好的版本 传说有好多版本啊 这种一个故事有好多版本 你要根据自己的判断 总结出一个好的版本来 这样的故事 这样的故事 我认为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瑰宝 不是哪一个人的专利 所以我得到了 我就要告诉大家 当然我得到的 也是听了好多版本以后 综合的一个版本 我认为这个版本是 这个最传神的 神话们要传神 所以有一次呢 我就在这个 给美国的一些留学生 来讲这个课 就是我一个朋友 在纽约大学 搞了一个暑期培训班 找了一帮美国的 学汉语的留学生 在北大办的一个培训班 他说你没事 过来给我们讲一次讲座吧 我说好啊 这个传播这个 长江边的这个神话故事 我责无庞贷 我还带了好多 我自己做的 自己花钱印的这个明信片 就是这个 我自己拍的照片 就是要被淹没的地方 就是我拍了一套一套明信片 我送给他们 让他们记住 这个长江边的故园 就把这个明信片送给他们 我就在这个课堂上 讲了忘娘滩的故事 因为当时就有一个同声传译 因为他们是汉语的 都是初学者 听不懂汉语 就有一个同声传译 我本来 我一句话也没讲 我就觉得它翻得不好 但是人家是做翻译工作的 你不要乱插话 它再不好 它英文比我好 所以我就没有用英文说 我也能说 但是没有人家说的好 所以我就讲一句 它就翻译句 前面翻得不好 我就算了 这是一个复旦大学的一个博士 在那边 中国文学的博士 在美国待了好多年 英文也好 中文也好 结果翻到忘娘滩的时候 他突然 就是他把忘娘滩啊 翻成这个 forgetting forget 我当时就不干了 我说这个不是forget 这个是相 跟这个forget 相反的意思 是never forget 我就急了 我说这个不对 这个是 look back 就是回头望 是look 不是forget 我就纠正了他一下 当时我就很有感触 我说我们很多学中国文化的人啊 到美国学了这么多年啊 学位也很高啊 他能把我这个故事 听完了之后 还翻成forget 说明他已经离 他的家 很远很远了 北都找不着了 理解吗 这人啊 不能forget 要look for and find 就是要寻找 要找到 所以我就在想 那些要 把自己的 这个旅途啊 要希望自己这个 趁着列车 是开往巴黎的人 不如啊 回头看看 你娘叫你了 你娘叫你